各位小朋友跟彪叔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彪叔给大家讲调解小儿的故事 这个故事将王明趁着酒气骂谢玄 谢玄不以为然 先跟彪叔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王森弥谢车记贡王小奴许吉 王森弥啊就是王明 这个小名叫森弥 这个小和尚 谢车记呢 谢玄死后被封为车记将军 是谢安的侄子 王小奴谁呢 王小奴啊是王慧 是王岛的儿子 王明的叔父 就王明和谢玄两个人啊 共就是一起到王慧他们家啊 去聚会 僧弥举酒劝谢云 这个王明啊 就端起酒杯 给谢玄一家劝酒 奉使君一商 一商啊就是一大杯 须水流商啊 当时的酒杯叫商 就是啊 老谢我敬你一杯 这个使君啊 就对人的尊称 谢约可耳 谢玄说啊 行 干了 僧弥勃然气 坐色约 这个王明啊 你敬酒就敬酒吧 突然一发脾气了 趁着这个酒性啊 发脾气了 勃然气 坐色约 这个脸色就变了 如故事 无心息中 吊结尔 这个结啊 就是钓鱼的意思 你只是啊 在小溪边捉鱼的 一个小屁孩 何敢 周章 这个周章啊 就是欺骗 胡说 嚣张得很 就是谢玄 你算什么东西啊 现在 为什么啊 这么嚣张 这么得意 因为当时啊 谢玄 是朝廷的重臣 这个王明啊 比他要差很远 所以啊 平常不服气 今天正好喝了酒 趁着酒性啊 就是说他 谢 徐 府长 而校约 这个谢玄啊 慢慢的拍拍手 笑着对他说 一点都不生气 虽然这个王明啊 对他不尊重 但是他的修养非常好 魏军 僧迷 殊不肃醒 就是魏军是谁啊 魏军啊 就是王小奴的 他的称号 称为 魏军将军 就说 王魏军啊 僧迷啊 就是直呼他的小名 不呼他的名字 王明 呼他的小名 殊不肃醒 肃醒啊 就是严肃明白 就是啊 小和尚啊 根本这个脑子 就不清楚嘛 乃清零上国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敢以下犯上 上国 就是指自己啊 我呀 就是上国 你们啊 都是一帮小诸侯 你敢啊 以下犯上 在这里啊 这个谢玄 还有一层意思 他没有直接 去回答 王明的这个问话 而是啊 对王明的叔父 王魏军说话 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跟你叔叔啊 我们是一个级别的 一个辈分的 你啊 僧迷 小和尚 简直跟我啊 不是一个档次 小孩啊 不懂事 敢以下犯上 然后跟标书 完整的解释原文 王明 王森弥 和谢玄 谢车记 这俩人啊 一起 到王明的叔父 王小如他们家 去聚会 王森弥呢 举起酒杯 给谢轩 按劝酒 对他说 来 谢先生啊 我敬你一杯 谢轩说 可以啊 干了 这喝完酒之后呢 这个王森弥啊 借着酒气啊 突然 脸色大变 对谢轩发作道 你谢轩啊 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过去只是 在无心的 这个小溪边啊 去钓鱼的一个小孩啊 你怎么敢啊 如此的嚣张 在朝廷里啊 春风得意 大权在握 这个谢轩听了以后 一点也不生气 慢慢的拍拍手掌 笑着对他说 哎呀 王卫军啊 你看看 你的侄子 王森弥啊 这个小和尚啊 简直是不懂事啊 居然敢以下犯上 冒犯我呀 最后 再跟标书完整的 朗诵原文 王森弥 谢车记 供王小奴许吉 森弥举酒 劝谢云 奉使君一伤 谢曰 可耳 森弥然起 作色曰 如故事无心息中 调节耳 何敢周章 谢 徐府长而笑曰 为君 森弥 书不肃醒 乃清临上国也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更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